民眾開車忙著找車位 一名女子騎著腳踏車 看到前面有並排的白色休旅車 她從兩車之間的縫隙想要鑽過去 下一秒 女子整個人往前摔倒 她慢慢爬了起來 撿上地上掉落的東西 看起來沒什麼大礙 還好沒有被車輛碾過 附近民眾認為 女子這一鑽實在太驚險 事情發生在13號中午 記者實地回到事發現場 這裡是台中沙路光滑路商圈 有一整排的店家 還有連鎖賣場 民眾認為並排微停的情況很嚴重 光滑路雙向各只有一線車道 道路兩側停滿了汽機車 幾乎沒有縫隙 小貨車要卸貨 也只能並排儘快卸貨 警方提醒民眾貪圖方便 違規停車可能會造成人員傷亡或財務的損失 警方強調車輛並排微停不但會被罰錢 如果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死傷 還會追究民事與刑事責任 華視新聞經過趙英光 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